春节过后开工 现在呢还是要持续在大矮山林园区来进行乙工代证 而在这次的新住户当中 看到是来自纳玛夏乡民族村的潘顺兴一家五口 潘先生呢在爸爸风灾之前就已经被诊断出来 罹患了慢性肾衰竭 他没有办法工作 三名子女都很小 差一点要送到了寄养家庭 还好呢 慈离之工给他大陆籍的太太陈小巧 用乙工代证的方式可以撑起一家的生计 还为他们申起了社会救助 赶到春节假期之前 一家五口入住了大矮园区 五个人不必被迫分离 而且可以开开心心的团聚在一起 卡车缓缓开进了山林大矮园区 潘顺兴一家人怎么也想不到 能赶在春节假期前入住园区 漂亮哦 什么都有 有没有 好开心哦 一个人一生四五的时候 等到你真的拥有他的时候 那种心态真的是太高兴了啦 现在都讲起来都还会流高兴的眼泪 潘顺兴是纳玛夏夏民族村民 与大陆籍太太育有三子 八八水灾前被诊断罹患了慢性肾衰竭 一家之主倒了 风在又摧毁山上的房子 三名年幼孩子差点就要被送到寄养家庭 索性慈激人及时出现 只有感恩上人啊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住进这个永久屋 让我们世世代代后代 都有那个接触的机会 就是要感谢上人的恩惠 我们不是在做梦啊 来 摸看看脸脸 有没有做梦 没有做梦哦 真的 我们有新家的哦 就像做梦一般 排排来说 慈激人不断奔波协助 以社会救助方式 才让他们一家人不必被迫分离 顺利入住了大爱园区 因此他想借由镜头 向阵言上人说声 大爱新闻 专下美志工王明喜 林郑龙 王中信 高雄报道